2021年6月8日 由加州老龄化机构和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 联合举行网络研讨会 共同聚焦如何为出于新冠疫情中 风险最大的老年人 残障人士和有色人种社区 提供接种疫苗服务的话题 呼吁各级政府及社区积极努力 采取各项行动给予帮助 加州老龄化部门主任 Kim McCoy-Wade首先发言 他指出 加州的州数据显示 尽管四分之三的老年人已经接种了疫苗 但是不同群体 不同地区间仍存在着差异 最惊人的数字是拉美医 60岁及以上的疫苗接种率为40% 这和亚裔及白人群体的接种比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他特别强调要聚焦三个方面 确保在整个实践中 让老年人更容易获得疫苗 包括交通 注册 还要传播信息 让老年人了解接种比以往更容易 部署社区群组领袖在选民登记处 社区中心发布可信赖的消息 鼓励大家接种疫苗 目前加州州长也出台了新的鼓励措施 接种疫苗则有机会获得大奖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教授 老龄化问题专家Dr.Louis Harrison表示 疫情中4%的美国老年人是居住在护理中心 却占美国新冠死亡人数中的30% 英文非母语者有困难的网络预约方式 注射疫苗要去大型场地 现有医疗体系对老年人了解并不多 很多虚假信息等 这些都无法让高危人群获得疫苗 因此需要各种措施 让各级政府帮助到这些高危群体 要为他们提供全面且准确的信息 此外Dr.Louis还建议 人们在接种流感疫苗和接种一剂新冠疫苗之间 至少要间隔14天 老年人自重组织执行主任 加州老龄化委员会成员Annie Chang 分享了其机构在帮助弱势群体上所做出的努力 他们与当地的卫生服务部门进行合作 找一些家庭医生 诊所在老年人容易去到的地方设置接种点 他建议说 社区必须参与进来 回答老年人的疑惑 讲解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及有效性 全球性非盈利组织Help Age USA CEO Cindy Cox Roman指出 在他们的调研中发现 非裔老年人对疫苗的意见和看法 存在着很大的分析 有相信疫苗是科学的 也有对未知的副作用和反应有着担忧 而对于非裔老年人群体影响最大的就是信息问题 比如信息上的沟通 翻译信息不对称等 而和亲朋好友 甚至是隔代人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 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行动组织执行主任 Jessica Lehman指出 数据显示 很多美国残疾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因此帮助他们进行疫苗接种也是至关重要的 他表示 要进一步提升服务 保证医疗体系工作人员的待遇 看到老年残障人士使用哪种语言 直接沟通 分享他们的声音 必须要更加重视老年人的问题 真正展示出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份子 如果大家想要注射疫苗 可登陆myturn.ca.gov 或致电833-422-4255 获取更多详情